2001年11月,中国留学生杨健庆,陈玉玉夫妇在其美国纽约的遇所被害,我代表中国警方与美国警方开展了职宝合作,接触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和政治材料,在美国亚立方那中匹马线检察长移交给我的一大批涉案政治材料中,有一份美国报警电话,911接警的电话录音,记录档案至今依然令我记忆犹新。 那位美国女接警员的工作表现,令我感动和久久难忘,那前摄影,中国留学生杨健庆,陈玉玉夫妇的家中,他们六岁的小女孩一觉醒来,走出二楼的卧室,突然看到父亲吃躲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倒在底楼至二楼的楼梯上,生下一大片鲜血,孩子急忙拼命呼唤母亲,可是也没有回应, 他根本想不到,母亲已经被杀死在底楼的厨房里了,嫉妒恐怖中小女孩拨通了911电话报警,下面是根据电话录音整理的通话过程,接警员,这里是911紧急中心,孩子以下简称还,对不起,哭声,接警员,你在哪儿? 孩子,哭声,接警员,迅速根据来电显示系统找到登记的地址,你是在北郊俱乐部2575号吗? 孩子,哭声,接警员,好,平静些,我能给你一些帮助吗? 孩子,我想他已经被打死了,接警员,发生了什么事? 孩子,我看见他倒在楼梯上,接警员,现在你在哪儿?告诉我你的地址好吗? 孩子,我在家里,接警员,你是在北郊俱乐部2575号吗? 是,还是不是? 孩子,我不知道,接警员,你不知道,你几岁了? 孩子,六岁,接警员,好,你的爸妈在吗? 孩子,爸爸,哭声死了 接警员,他死了 孩子,是的,我需要帮助,哭声 接警员,你镇静一些,你看爸爸还在呼吸吗? 孩子,我不知道,接警员,我马上派人来,你不要挂电话,好吗? 孩子,接警员,你叫什么姓名? 孩子,爱丽,接警员,你知道你的公寓号码吗? 孩子,不知道,接警员,你看看周围有信件吗? 上面有地址,孩子,接四,接警员,是接四 孩子,接四,接警员,你知道你的街名吗? 孩子,接警员,是被交俱乐部吗? 孩子,是的,接警员,你知道你的公寓门牌号吗? 孩子,不知道,接警员,你爸爸几岁了? 孩子,不知道,接警员,他发生什么事? 孩子,他全身都是血 接警员,他在什么地方? 孩子,在楼梯中间? 接警员,楼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 孩子,在屋里? 接警员,有没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 孩子,我不知道妈妈在不在楼下,我想喊一下 接警员,好 孩子,妈妈 妈妈,接警员,有回答吗? 孩子,没有 接警员,你有祖父和祖母吗? 孩子,我的祖父和祖母在中国,只有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 接警员,好 你能做两次深呼吸吗? 好,做得很好 你能为了父亲勇敢些吗? 你看看他醒着吗? 孩子,没有 接警员,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孩子,我不知道 我在睡觉 接警员,好 他没有醒着 他不能和你讲话吗? 孩子,不能 接警员,你知道妈妈在哪里吗? 孩子,不知道 接警员 他会到外边去工作吗? 孩子,不知道 接警员,好 艾莉,你不要挂断电话 你能看看你家门锁住吗? 你能为我打开门锁吗? 孩子,我害怕去楼下 接警员,好 那你等在楼上 你们听到警报声吗? 孩子,我没有听到 接警员,你继续和我讲话好吗? 不要挂断好吗? 孩子,好的 接警员,你做得很好 救援人员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是来帮助你父亲的 不要害怕 好吗? 孩子,好的 接警员,你听到有人敲门吗? 孩子,我听到了 接警员,如果你听到很响的撞门声 接警员,他们来帮助你父亲的声音 他们是救援人员 孩子,我听到他们在底下开门 接警员,他们想打开门进来 如果你听到很响的朋友的声音 不要害怕 是他们在撞门 孩子,好的 他们进来了 接警员,不要害怕 他们来帮助你的 孩子,我知道了 陌生人,有人吗? 孩子,有的 陌生人,你在哪儿? 孩子,我在上面 陌生人,只有你一个人吗? 孩子,是的 陌生人,我们是消防队员 孩子,好的 接警员,艾莉 你做得好棒 你怎么学会打九夭夭的 孩子,我妈妈叫的 接警员,你妈妈叫你的 孩子,爸爸妈妈都叫过我 接警员,艾莉 你做得真好 我真为你骄傲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消防队员,你受伤了吗? 接警员,你受过伤害吗? 孩子,没有 接警员,现在有人和你在一起了 孩子,是的 接警员,他们是消防队员吗? 孩子,是的 接警员,你做得真好 任何时候你看见有人受伤害或者遇到危险 你就给我们打911电话,好吗? 孩子,好的 接警员,你读几年级了? 孩子,一年级 接警员,我儿子也是一年级 哦,不 我想今年是二年级了 小胜 孩子,我快过生日了 十二月二十二月是我的生日 接警员,那就在圣诞节前 你会收到两份礼物 一份是生日礼物 一份是圣诞礼物 孩子,我不知道 接警员,会的 你会收到的 你感觉好些了吗? 孩子,是的 接警员,好 你做得真好 消防队员,喂 我是消防队员 接警员,你与孩子在一起吗? 这就好了 消防队员,警察到了 让警察和你讲话吧 警察,我是警官哈利哥 接警员,这里是911紧急中心 警察,我已到现场 接警员,好了 谢谢 警察,再见 听完这段录音 我陈词聊久 陷入危险的人们向911紧急中心求援 接警员首当心冲 美国接警员都受过专门的严格培训 用规范和程序来保证接警工作的质量 这位女接警员的工作记录显示了她的专业水平 训练有素 高度负责和人性关爱 获取突发事件的准确地址 这是接警员的工作要点 面对一个讲不出家庭地址的6岁的孩子 接警员并没有轻易放弃 最后终于让孩子从信件上找到了第四这样的关键词 体现了接警员对一年级学生十字能力的最大程度的运用 我想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唯一获取地址的途径 接警员有高超的营造交叹气氛的能力 她通过谈话使一个处于极端恐怖状态之中 哭得讲不出话的孩子逐步镇静下来 从指数哭声到回答问题 不知不觉中脱离恐怖状态 思维逐渐活跃 直至主动说出自己下个月 就要过生日这样的题外话 反映出孩子的情绪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 这种转变得益于接警员在交谈中 创造了一种平和的气氛 对孩子的感染和阴导 我在这里尤其想强调的是接警员 表现出了民族珍贵的人性关爱 照一般情况 孩子说出接司后 接警员的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了 他只要对孩子说 警察叔叔马上就到了 你等着就可以把电话挂断了 可是这位接警员仍然拿着电话 我猜想启动机可能有两个 其一在凶杀现场 情况莫测 孩子孤身一人 缺乏保护能力 不能排除遭受不测的可能 其二孩子处于一个血精的恐怖环境中 身心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 孤独感会更加扩大这种伤害 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努力 减轻孩子的孤独感 将恐怖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我还看到了接警员对孩子的处处呵护 最初他想叫孩子去把家里的门锁打开 让救援人员进来 可是由于楼梯上横着男主人的尸体 孩子不敢去 他马上想到救援人员将要破门而入 破门的声音可能会吓着孩子 立即提醒孩子如果听到巨响 不要害怕 这是救援人员招门的声音 911报警中心也是一个服务中心 服务是没有使劲的 有次的服务都是从最微小的地方体现出来的 这段录音体现了女接警员的服务水平和职业精神 细细体会感受有多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